你不会觉得别人来观察你身体的每一部分 包括那个隐私 你不会觉得这是隐私吗 我觉得对于一个普通的人 尤其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的人 是没有隐私的 因为我们并不具备可被隐蔽的成分 虽然你说这是我的隐私 实际上你说的你的隐私 别人连兴趣都没有 所以这个隐私必须是建立在广泛的兴趣上 这个隐私才是一个隐私 如果当别人对你完全没有兴趣的时候 是没有隐私的 昆虫没有隐私 就像说无产阶级是没有祖国一样 因为你不具有这个 第一部剧有这种可属性和它的特殊性 单一性在那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隐私是不重要的 可是如果说对很多人来讲 无论是学者还是艺术家 让他们脱光了跳 可能对很多人来讲都有心理障碍 这也是我希望挑战的一部分 实际上谁都有心理障碍的 对不对 那么我觉得我们能走多远 使我们对自身的认识有多彻底 对不对 因为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界限 我常常会问 对不对 我们实际上 我们身体难道不知道我们骄傲吗 难道我们之间这么想见面 难道我们不愿意见得更多一点吗 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 有时候需要把话问的更追一步 这个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位置呢 让自己实际上是很尴尬的一个位置 但是我觉得你当走过这一步的时候呢 你会比原来更透亮一点 可是当你们全体穿完了在穿上的时候 你觉得大家关系密切了一点吗 显然的 不信我们俩可以脱一下试试看 好 我再问 那个就是 找话题 对的 我的意思是说 那么后来就是 上了天安门了 这个事也是后来 因为我觉得生活是靠细节来完成的 我刚才还想说完 真正是靠细节完成的 实际上所有的遮挡都是细节部分去掉了 让我们感觉很安全 很不需要不屑一顾 但实际上细节出现的时候 情感还有我们的状态都发生了变化 当你看到没看到 你就不是一个人了 然后不久就是你们上了长安节 这也是一个在外面来讲 非常大的一件事 对 我以前说过一句话 我在处理大的问题的时候 都是用最快的判断 比如说我是不是回国 很多人说这太大的事了 你在美国待了12年了 你是不是先回去看看 或者你先来回走一走 或者了解一下 我根本没有 我说那我回去 我就把所有东西一打包就回来了 我也不准备再看一看 或者什么样 因为我常常要做 我常常做最坏的打算 因为我对自己没有什么 自私很高的一个状态 最坏的打算是什么 不就是把我抓起来吗 可是就有人说 有人一直说 艾未未和普通中国人不一样 因为他有国外的居住阵 因为他有什么国外的护照 你是什么护照 最初呢 其实我刚开始折腾的时候 大家都说 艾未未呢 就是华中俱冲 对不对 他就是想接这个出名 后来他们发现 我其实很有名 不需要跟这个出名 大家就不说 这块不说了 我是关于我的几种说法吧 然后呢 就说 他是外国人护照 他们没事 他随时可以跑 然后只好把我中国护照贴上去 因为没人相信一个中国人 我们那个年代中国人 到美国十几年以后 仍然拿着这本中国护照 那他们又不说了 那他们现在只能说的是说 他是靠他父亲什么的 我跟我父亲其实没太大关系的 我也从来不会去 都是媒体为了 有时候灯我一个东西 他们觉得在编辑上很难通过 他们把那个我父亲搬出来 实际上他们也不是太想谈这个事的 因为究竟一代人和另一代人的这个诉求 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大家其实也不太说 说的现在顶多就是说 就是谣言了 就是哦 那他拿着美国人的钱 或者说有什么反华势力资助他 我觉得我不需要反华势力来资助我吧 我本人就是反华势力 所以这个事我觉得大家就很好笑 那么关于我为什么能这样做 那是因为我做了以后 你们才问的这个问题啊 我做之前你能说我能这样做吗 大多数人都说 连我家里人朋友都说 喂喂 我八 我九 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出黑皮书的时候 那时候所有人都说 喂喂 这书出来就完了 肯定是完了 这不可能的 我说那我得先出来 才能知道是不是完了 对不对 我不能说先预料我是完了 那我本身已经成为了这个思维体系的一部分了 对不对 我先牺牲了 那么我出了以后没完 然后200年做不合作方式展览的时候 人家说啊你敢做这样的展览 你做了肯定是完了 这不可能的嘛 不合作方式展览是怎么回事啊 合作方式是我们有50来个艺术家 多数是北京和全国各地都有 我们在上海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展览 这个展览就是第一次提出 我们要不合作 作为艺术家 它的最重要的一个价值 最本质的一个价值 是它的特殊性和和这个个性化 就是说它不但对 现有的政权的这个政治体系不合作 它对西方文化的这个结构也是不合作的 它是一个对所有的强权的一个不合作 所以这样谈这个问题当时还是很少的 要把它付诸一个展览来做的话 80年当时我们做完以后就被封了嘛 当然这个展览据说激怒了很多人 我都可以给你一本画册 那么大家也是看着我说 你是一件件这样做过来的 其实我确实不是说 人家说 是什么零几年以后才发生了变化 什么做完鸟巢才发生了变化 我觉得这对我太不了解了 当然你知道我是在纽约的时候 最早要说什么公民记者呀 什么这种维权啊 那可能我是最早的 对啊 海湾战争游行 同性恋骑士游行 地方的这种维权运动 我都是参加的 我跟美国的人权协会 跟美国的这个 民众维权协会 跟这些都是有着很长期的交道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 可能跟我童年的经验有关 因为我究竟是生在一个 被整个社会歧视和 和凌辱的这么一个家庭 我不觉得这个家庭有什么特殊 但是呢 那个时代都是这样的 至少我不认为 这是应该习惯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从七八年 就开始做信用画展啊 然后当时的民主墙啊 这些事儿 虽然我很小 但是这些经验我都是有的 那说实事的家庭 其实也有两种情况 有一种是很反叛 但还有一种是被驯化了 我从小是性格非常反叛